回顧一下,上一次上課的話主要是抓取台銀匯率 當然你們可以延伸去練習 因為之前我有出約出約給同學做 當然你不是只有台銀匯率的網頁 其他各個家銀行其實都有 比如說比較大的,像什麼 私人的比如玉山、中國信託 或者是其他上海銀行等等的 你也可以去抓他們的網頁資料 試試看 當然你會發現不同的網頁它的設計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你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當然這問題其實都可以被解決的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遇到問題解決問題 然後慢慢讓你的那個爬蟲的功力 其實相對的越來越高 可能還是要去做一些實作 再來的話,上次的台銀匯 基本上我講了,其實大概就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把它原始碼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原始碼抓下來之後 你要去分析它 然後用什麼分析? 用那個BeautifulSoup 裡面去分析說你要抓什麼樣 原始碼裡面的什麼東西 其實最重要就是標籤跟它的類別 標籤的話就是HTML 那類別其實就是class,就是CSS 當然我們還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 那個資料 它裡面有那個class 是有什麼hidden 就是隱藏的 那因為它裡面有JavaScript 所以它那個hidden的類別 其實是要當它是隱藏 就是說呢,當你說放的時候變成小畫面 可能是手機吧,我在猜 那那個類別才會被用上 所以有時候你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那個類別 基本上類別中間會加空白 理論上你可以試試看 大概前面兩個或前面一個就大概足夠了 像我們上次看到那個 台語會約class好像有四個 所以其實我後來好像用了前面兩個 其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呢,再用那個Beautiful Shift 來去做那個解析 那其實主要我用了兩個方法 當然,Beautiful Shift不是只有兩個 一個方法叫fine 一個方法叫fine-out 不過這裡好像我們都是用fine-out 因為它裡面的標籤不只一個 所以用fine-out的方法 那當然呢,Beautiful Shift還有別的方法 不過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其實fine-out跟fine 好像大概都足夠大部分的需求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希望 對那個Beautiful Shift 多一層了解 你可以Google一下 好像它有官方網站吧 上面其實也有非常完整的說明 你可以用看 然後,所以最後再把結果輸出成csv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延伸就是說呢 有一個需求是同學常常會問到 老師我怎麼樣可以把那個資料 存成Excel 所以上次的話呢 我們要做了一個存成Excel的練習 把那個匯率 那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就是雲丹白板 0604 0604裡面的話 我們那個 台銀匯率的部分 也就是底下 所以回去的話 可以自己再找一些練習吧 找一下其他匯率 然後把它試著練習看看 那最後一樣 你可以把它存成Excel看看 那存Excel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這裡 有沒有 剛剛提到的 就是 主要這個類別部分 那你會發現 這個類別中間有空白 它其實表示說呢 它其實是有兩個類別名稱 那當然你如果留第一個 第二個不要試試看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理論證好像我試了一下 我這三個都放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把後面這兩個刪掉 看看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當然如果你類的越多 它的範圍說的比較小 抓的資料會越來越精確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這部分 還是要稍微試一下 然後BeautifulShip的話 會產生一個物件 一個物件 BeautifulShip的物件 那裡面基本上 我們其實 你會發現 都是利用這個 SP的物件 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File All 就可以把所有資料 通通抓下來 那主要就是給它 幾個訊息嘛 不外乎就標籤 不外乎就類別 所以有類似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 把資料下載下來 第二個 去找一下 它的標籤 跟它的類別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循序的把它抓下來之後 放到我們的串列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放到三個串列裡面 那這個類別 這個畢別的話 大概好像有19個 可是DataE的話 因為它有買入跟賣出 所以會被一個對兩個的關係 那上次好像有同學問到為什麼 其實好像有解釋 其實就是這樣的關係 0到18 然後呢 0、1、2、3 好像到37 所以我就是把它乘以2 這個是乘以2加1 就可以符合這樣的一個編號需求 OK 當然呢 你也可以有其他的解法都沒關係 反正呢 你會要解決你要的那個結果 其實可以用各種方式去思考都沒問題 那個思考方式當然盡量 越簡單 越單純 越好理解越好 所以這個也許你一定有別的解法 也許你們可以想想看 不一定要用我的解法 反正呢 我只要什麼 把畢別先抓出來 畢別其實就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DataNet裡面 然後呢 D1裡面就放什麼 其實就放那個現金的部分 D2的話你就放什麼 集齊的部分 OK 通常現金就兩個 買入賣出 集齊也是兩個 買入賣出 然後最後的話就把它輸出 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並且可以把它存成CSV CSV我們前面做了還蠻多練習的 那我們延伸就是 怎麼樣再把它存成 這個所謂的DataFrame Pandals 就是第三個 類別 我們那個證照考試第三類別裡面的重點 Pandals 那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很常被用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藉由Pandals 幫你存成Excel的話 其實主要我上次有講到就是說 你必須 假設你要存成這個 所謂的DataFrame的話 你必須給它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Data 第二個是Index 第三個是Colum OK 所以你這三個 你要自己把它產生 那至於你要怎麼產生 你有想辦法 反正就變 那當然裡面呢 這三個參數呢 一定要是 所謂的 串列 而且最麻煩的是這個Data 這個Data 還要是什麼 還要是二維的串列 OK 我好像有跟各位講 你其實可以 參考那個 我們的第三個 單元的題目 第三個單元的話 就是這邊有個解答 那我有試一個 這個 一個範例 那基本上的話 這三個東西 其實對照下來的話 就是在我們的 這個地方 第三類 指的就是這些 我上次要講 記得 中間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所謂的Data 那它一定是二維的 所以這邊是一個 大瓜谷 那裡面這個是第一個 串列 豆點 第二個 串列 豆點 第三個 串列 然後一直類推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再結束一個串列 就是在串列裡面 要串一個串列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在串列裡面 串串 這個可能要解決 OK 那另外的話 上面這個就是Colens 這邊的話 就Index Index 所以 如果你可以理解 它的三個架構的話 那DataFrame呢 就沒問題 那如果DataFrame沒問題 那Pandas你在操作 相對也比較沒問題 所以怎麼樣透過那個 就是DataFrame 把資料讀進來 這個可能 就是請各位 還是要稍微 因為如果你假設 對DataFrame 不了解的話 那將來你要操作 那個所謂的Pandas 那一定會有很多狀況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回去 還是要多多熟練 那這個部分 是在0604的第16頁 就這個地方 那我還要取什麼呢 取那個加Headers 這個如果說 假如說呢 它的主機上面 有防止你 爬取資料的部分 那其實你可以加Headers 這個 這邊有一個範本 那另外的話 我們上次好像最後 有提到有關 就是說那個 這個什麼 抓那個 Yahoo!股市的部分 所以待會 請各位 再來就是想想看 假如說我今天 所以請各位 切到那個 我們的0605 裡面 上面部分呢 是台彩啦 因為之前本來要講 這個台彩啦 後來發現那個 因為我們這邊 防火牆有檔 後來我把 跟他們講說 這個防火牆 給它開一下 它把它打開 沒問題 那如果你要抓裡面的資料的話 可以怎麼抓 方法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可以自行再練習一下 比如說呢 要抓什麼呢 抓哪個區域啊 抓這個區域 這邊有什麼 大樂透 然後 威力採好了 那威力採的資料呢 當然你可以 一樣啦 比如說你要找 這 幾個號碼 總共12個號碼 加這個 特別號 比如說 你要把它抓下來 並且在我們的 那個 Python程式裡面 print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當然 步驟不外乎就是幾個吧 第一個 把整個原資碼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用Beautiful Super解析 解析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滑鼓按右鍵 檢查一下 當然你可以看一下 不外乎就標籤 不外乎就是什麼呢 不外乎就是這個 它的類別 那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它基本上的話 它的號碼是在哪裡 它的標籤是DIV 它的class是這個 那 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剛剛好抓到 這個區塊裡面的所有東西 你會發現 如果叫這個的名稱 好像還蠻多的 理論上上面跟下面 其實都還有 所以你可能要判斷一下 再來的話 它在哪個區塊 它在這個區塊 所以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區塊 先抓下來 不過你可能要先判斷一下 這個區塊 是不是在這個原始碼裡面 是唯一的 如果唯一的話倒還好 你就用φ就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 還要算它是第幾個 φ之後 那怎麼樣知道它是不是唯一的 其實你可以 我前面好像有交過一個小訣竅 就是把這個class 點兩下 Ctrl C 然後呢 再Ctrl F Ctrl F就是尋找一下這個原始碼 裡面的這個東西 有沒有 Ctrl F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這個有沒有 Ctrl C 然後Ctrl F 然後看一下match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 它裡面有四個match 這招其實說真的 這個是我自己 自己想到的方法 可能書上不是這樣 可能書上有別的方法 好不好 我發現好像之前我看別的書上是教什麼 要自己慢慢看 我想說慢慢看 那你不是看這個光源司馬頭都暈了 所以後來就想到這個方法 好像這個工具還蠻好用的 這是一招齁 那我們要知道 比如說這個DIV總共會有四個 但是呢 這個威力彩這個區塊到底是第幾個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上下鍵去尋找一下 這個區塊你會發現 你按一下向上有沒有 各位觀察一下喔 它會出現什麼狀態 就是當你找的時候 它會幫你什麼 把它mark起來 那你會發現 當它是多少的時候 有沒有 向上 這個四的話 好像是樂和彩 再向上 這個三的話 好像是樂透彩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三八樂和彩 沒玩過 OK 所以你會發現 Content Box 102 總共會有四個 它的位置剛好應該是在第一個 所以 file之後的話 你就是抓什麼 中瓜50 編號是0的位置 把這裡面的這個原始碼先抓出來 再去抓裡面的那個什麼 DIV 這個class 裡面的號碼 你會發現前六個 就這六個號碼 後六個就是大小順序 最後的話 當然還有一個什麼 它的 DIV裡面的class 是Bold Read 就是 這個特別號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結果 給print出來 OK 所以也許各位可以試試看 基本上 大概都是這樣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這個流程 可以把它習慣之後 基本上看得到的網頁 應該都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沒有問題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也許先看一下那個 06、05 這邊 那我剛剛講的 基本上第一個先抓那個 Content Box 02 那程式部分當然有些是一樣的 比如說前面的四行都一樣 所以你其實甚至可以把那個 前面四行的程式 直接複製貼過來 那改一下它的那個網址 然後呢再去找什麼呢 找那個Content Box OK 試試看喔